记者陈奕云新北报道,今晚间7点左右,新北市中和区景平路发生死亡车祸,一台私立高中校车刚让学生下车,岂不时已因视线死角,免到58岁蔡幸找踏车女骑士,蔡女当场死亡,她的丈夫到场时不敢置信,直骂怎么这样开车,详细车祸原因仍带警方离京。 目前初不了解,55岁曾幸校车驾驶开着巴士,临停在景平路让学生下车,部分学生都下车后,曾难将巴士稍向左转起步,却疑似未看到位于左后轮旁的骑脚踏车的蔡女擦撞后,蔡女连人带车倒地,头部遭左后轮碾过,当场脑浆溢出身亡。 据校车司机的同事说,所有司机都是外聘的,曾难已经开了几十年大车,是经验相当老道的司机,发生意外后,曾难呆坐在车上无法言语,不断抱头沉思,迟迟不肯相信自己撞死人。 经警方酒测也无酒精反应。 蔡女的丈夫及女儿会通知到现场认识,看到蔡女遗体痛哭失声,直呼车子是怎么开的,都看不清脸了。 警方也将对驾驶及家属制作笔录,厘清车祸原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